有看过乌克兰烙炮总统的私人官邸有多么奢华吗 今天要去观摩他的私人动物园 园内有两千多只动物不乏好几种真情益寿 但动物被遗弃之后食物就成了问题 不忍心看他们被饿死 有人自掏腰包喂食但还是远远不够 听说情况是挺危急的 俗话说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但是相反的如果主人逃难去 那留下来的动物可怎么办呢 被罢处的乌克兰前总统维克多亚努克维奇 在2月22日从基辅郊区私人别墅搭击逃亡 人们闯入延伸343英亩的庄园 来看看乌克兰前总统是如何生活的 他们发现好几栋大厦 一个高尔夫球场 更夸张的是还有一间设备完善的私人动物园 里面养了两千多只动物 其中包含好几种真情益寿 大部分的动物园管理员已经离开了 然而有些人决定留下来照顾这些动物 保护他们不受到掠夺者的侵犯 基辅动物园的前园长谢尔盖基高列夫 一听到亚努科维奇逃离基辅 他就来到这间庄园 完全奉献自己的时间给这些动物 他呼吁志工及捐献 并且创造了一个脸书网页 现在有一百个志工在这机构工作 有些是返回的前职员 有些是来自基辅的独立广场 但是食物和医药供应消耗得很快 四天内特殊食物及维他命的存量将消耗完 提供给所有动物的特殊食物 药丸和维他命每天就要花六百美元 目前的募款困难 因为很多人宁愿捐给被这次抗争所影响的人 而不愿拯救亚努科维奇的动物 除此之外 游客四处走动喂食动物 有些动物已经被偷了 有人建议将亚努科维奇的动物园及其设施 和基辅动员做一个整合 成立一个国家公园 不过目前情况都还在讨论 这些无辜动物的未来还不明朗